在台办事处宣布 下周一开始入境英格兰前 如果已经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不需要居隔十天 也不用入境前后的检测 不过来看到在认可的疫苗名单当中 只有AZ BNT 莫德纳跟交生 不见国产疫苗高端 这也是继美国日本之后 第三个国家没认可高端疫苗 对此卫福部长陈时中 今天在立法院没有多做回应 但朝野立委都认为 卫福部有必要向国人好好说明 否则支持国产疫苗 出国却限制重重 这跟限制出境没有两样 就在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 打完第二剂高端疫苗这天 英国在台办事处宣布 4号起入境英国 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就不需再检测隔离10天 只是认可的通行疫苗名单 有AZ 辉瑞 莫德纳跟交生 却不见高端 我不见高端疫苗怎么看 卫福部长陈时中不乏一语 在世界各国开始 以疫苗接种作为入境准则时 高端还没拿到国际认证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质疑 不能去美国了 对 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国一国了 继美国日本后 英国是第三个国家 没把高端列入 国际认可疫苗名单中 引发朝野担忧 打高端的国人 包括政府总统在内 有越来越多国家去不了 无疑是限制出境 这些国家如果越来越多 变成一个趋势的话 这个世界我们会寸步难行 打高端的人 形同被限制出境 为福部能够及早因应 国产疫苗我们支持 但是请先拿到国际合格认证 给国人施打才有说服力 指挥中心承诺会全力向各国沟通 人民伸出手臂支持国产疫苗 但出国权利也得受到保障 记者旅行们黄澄博台北报道